师父说,你介意的事,对方明知道还要去做,只能说明根本不怕失去你,仗着你的心软为所欲为,信任一旦崩塌,就很难再建立。 这世上最不被珍惜的,就是无底线的原谅、心软和没原则的妥协。 委屈换不来偏爱,眼泪也换不来例外,如果你什么都能原谅,那你经历的都是活该。 师父说,喜欢未必合适,合适未必喜欢。 最好的感情是,我不愿以爱之名束缚任何人,我想要的是你愿意,我值得。 一方不乐意便没有任何意义。 能重归于好的感情,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死缠烂打的结果,而是两个人念念不忘。 放手怕错过,双向奔赴的爱情,才有意义。 我手就这么大,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,要学会和自己和解。 我爱笑,爱瞎笑,也容易感动,容易满足。 再喜欢的东西也可以不要,谁对我好一点,我就会记在心里。 有时我也没记性,好了伤疤,就忘了疼。 我不优秀,但我很善良,认定的东西就会拼尽全力。 我不聪明,但我也不傻,很多事情心里都明白,只是不想说太多而已。 我不喜欢勾心斗角,彼此算计。 只要你对我实实在在的,我就心满意足。 尽力之后,我就选择随缘。 你若对我忽冷忽热,我就敢与你渐行渐远。 师父说,遇人少说话,遇事少掺和。 管好自己的心,做好自己的事。 张嘴是祸,闭嘴是福。 群处守口,独处守心。 人要心静,言多必诗,以慎言为先。 看清自己是谁,放正自己的位置。 水太深,风太大,没有实力,少说话。 但行好事,不渡他人。 不要生气,生气没有任何意义。 做人,不要期望人人都理解你。 你做得再好,也不一定人人都喜欢。 你做得再多,也不一定人人都说好。 一样的嘴,不一样的说法。 一样的眼,不一样的看法。 一样的心,不一样的想法。 谁人背后不说人,谁人背后不被说。 做事,无需让人理解,只需尽心尽力。 做人,不必讨人喜欢,只需问心无愧。 做好自己,其他的,交给时间。 师父说,善良的人总是在反省自己,质疑自己,用道德约束自己。 自私的人从不觉得哪里错了,因为他们心里只装着自己。 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,只有牺牲那个最善良的,才能风平浪静。 一旦那个善良的,不愿再牺牲了,就会被扣上一个破坏和睦的帽子。 人性的丑陋之处就在于,明明自己揣着私心,却苛求别人大赌。 不要跟任何人分享你的经济水平。 你富,招人嫉妒。 你穷,招人鄙视。 谨记,财不外露,否则倒霉。 保护自己最佳的方式就是, 不要高估自己跟任何人的关系。 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。 越是熟人,越要警惕他的突然变好。 一定要记住, 不怕虎狼当面鹰, 就怕娇人两面心。 师父说,任何关系, 合得来就合,合不来就散, 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理解多了, 迁就多了, 顾忌多了, 痛苦自然就多了。 别说我狠, 以前我比谁都善良。 可善良都被当成傻, 忍耐都被当成笨。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, 谁也不必惯着谁, 谁也不用讨好谁。 师父说, 什么是真正的成熟? 就是身段要软, 手段要硬, 只有小孩才会发脾气。 成年人只解决问题。 话要软着说, 是要硬着做。 水滴石穿, 以柔可刚。 耐得住批评, 受得住委屈。 做人只有学会逢山开路, 遇水搭桥, 耕柔并济, 才能活得游刃有余。 师父说, 人这辈子除了健康, 什么都不是你的。 少生气, 少计较, 多开心。 输了健康, 赢了世界又如何。 心情要好, 人才会美。 开心就笑, 累了就睡觉。 没心没肺, 快乐才会翻倍。 不经历点烂事, 那算什么人生。 但凡要不了你命, 人生随时可以重启。 师父说, 做人不要把别人的善良, 看成傻。 不要把别人的心软, 当成病。 谁也不傻, 只是不想说。 谁都不憨, 只是不计价。 你能占到便宜, 是别人认你的。 你能抢到好处, 是别人送你的。 这个世上除了你的父母, 没有人会惯着你。 珍惜才配拥有, 感恩才会长久。 师父说, 落井下石的都是自己人, 看你笑话的都不是外人, 不想你好的都是身边人。 人性最大的恶就是, 恨你有, 笑你无, 嫌你穷, 怕你负。 因为他不好, 所以也不想让你好。 师父说, 不要相信任何人, 要相信人性。 怕你变好的, 是父母。 怕你太好的, 是亲戚。 想你倒霉的是同事。 却你大度的人, 大多数没安好心。 教你赚钱的人, 大多数想赚你的钱。 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, 其实人家只是在需要利用你的时候, 想到你。 能让人低头的, 只有你的实力和金钱, 而不是你的善良和忍耐。 这就是人性。 师父说, 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无权无势的人身上挑毛病, 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找优点。 你强大的时候, 总有人原谅你的弱点。 你弱小的时候, 总有人放大你的缺点。 人都是欺软怕硬的。 你一无所有的时候, 坏人最多。 只要你足够强大, 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 师父说, 总有一天, 你要学会心平气和地面对各种兵荒马乱, 心狠手辣地解决各种刁难, 光善良没有用, 心软也没有用。 你要强大, 像个刺猬一样地活着, 风吹哪页, 毒哪页, 哪页不毒, 撕哪页。 只有你厉害了, 才没人敢欺负你了。